好 今天這集是回答小老弟的問題 有小老弟在問說這個三胞胎 跟這個原廠的透明殼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或手感比較好? 那這個其實要從很多方面來講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說三胞胎到底是什麼? 有一些小老弟你來看影片你根本前面都沒有在看 都已經到最後的影片了 你還一直在問三胞胎是什麼? 三胞胎就是搭配的Megakim MK跟Speacon Ultra Hybrid 基本上他們的型各項的設計都一模一樣 只是第三個兄弟呢 Speacon他自己去做出氣囊 所以第三個的兄弟他是改裝版的 不過其實基本上全部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叫做三胞胎三的都相同的 所以你這三個不管你是買到哪一個 其實都大概一樣 那我就不去講說是哪一個品牌 所以我統稱三胞胎 那三胞胎跟透明的 因為透明的我已經退掉了 透明的其實跟Beats的這個是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差異在於說 Beats的這一款 他的這個是有顏色 那透明的當然就是可以晶透看的進去 而且Beats跟透明的下方的這個設計也是一樣 是一個開孔的 所以這種材質都是光滑的 這種表面的我就留Beats而已 那Beats的也可以用透明的來展示 就是說到底三胞胎跟Beats到底哪一個好 我先來講如果你現在是要講求 因為Beats跟透明款的就是他的這個邊啊 他的這個弧度啊 一體成型的這種背板 他這個再摸是屌打全部的 這個摸起來很滑順啊 不會有任何機器割線 所以如果你來講說手感的部分的話 原廠的透明的跟Beats的這一種亮面的材質 他的這個做工絕對是贏全部的 因為他很光滑很舒服 他的這個那個技術就是近乎苛求嘛 所以你如果是要這種很光滑不會刮手的手感 他是最好的 可是今天你們會比較大的問題是 即使他這個再好 你們他下方沒有包的這個開孔 你們其實在抓握的時候 那一個手感你要包含到整體性 所以有的人你手會一直這樣去摸或什麼 你就會卡到下面這一塊 除非你都不要去碰 可是不可能嘛 你們有些人就是要在那邊摸 那你有摸的話下面他這一塊 畢竟他下方只剩下一條這麼細的這個邊 在支撐 所以你手在碰的時候 即使他已經做得很圓潤了 你有時候還會覺得比較刺手或比較頂手嘛 所以整體的手感即使他最舒服 他還是敗在下面 所以他下面這個是完全就會被扣分的 除非你都完全不會碰到下面這裡 像我在拿我就是拿到上面 在這個角落而已 我不會伸到下面 可是你們應該是會碰到下面嘛 所以搭配或三胞胎這些就贏了 因為你現在要的是整體性的 我現在在抓的時候 我下方都整個都是一體的啊 而且他有按鈕這種一體性的 所以為什麼第一輪的 即使我們有開那個有洞的那種殼 可是他沒有辦法跟這個一體 整體性啊 你這個殼 就是不能有一個凹槽 或一個什麼洞的這種東西 他的整體的手感是沒有辦法比你的 所以三胞胎的這個底面就贏了 那三胞胎的問題是 因為他是硬的PC加軟的這種TPU 所以他通常他的這個邊呢 會有一個機器的割線 就是他硬的跟軟的會銜接 所以會有那一條線 那一條線你在摸的時候 就會有點刮手的那種感覺 可是我認為以這種殼 還有這種價位 他的這個刮手感做的已經算低的了 所以這種錢 一個才1000出頭的殼可以做成這樣 各方面然後又整體 又有按鈕磁吸又有牆內看什麼 他這殼真的就是第一名 就是絕對CP值拉滿就是他 就全影 然後他整體的這個手感 就是說他沒有任何的缺口 整體的手感是最好的 那你說如果你要說機器的割線 他就會輸原廠的 原廠的厲害就是他這邊都是圓滑的 他沒有任何的割線 所以摸起來最舒服 可是他下面一個洞 他等於是說 他有按鈕 可是他的洞是開在下方 你們摸下去就不整體 所以他輸 就輸在下面有一個洞 所以你如果說 今天是因為我要收藏 不然其實原廠的這個 不管是透明的或必吃的 其實都要打到最後面去 因為他下面一個洞 他等於是說 雖然他有按鍵 只是說他把洞用到下面去 那他還是輸掉啊 所以老實說 這是因為我要收藏 不然這個原廠的壓根值 這一次也建議你乾脆都不要買 那你原廠你只能買哪一個 你可能只能買矽膠的 為什麼 因為矽膠的他下面有啊 他全部都是 整個都是整體性啊 所以矽膠的 雖然我的手很乾 我矽膠其實之前退掉 又買一個進來 這個是要測給各位看說 他的一些問題 但是你說矽膠的 他整體的手感其實 還是會比透明的跟壁齒好 因為他整個下面都是完整的 那這種一定會贏啊 他還贏壁齒跟這個透明的 對啊 所以跟三胞胎要怎麼比 不能比啊 像我第二名的 我這一次其實來講說 如果你真的是說要很挑剔 只有兩名可以買的 就是三胞胎跟 Otherbox Lumen 因為Otherbox Lumen 也是做的超輕薄 又有按鈕 這按鈕也超好按 而且下面又很整體 他這個整個摸起來 有按鈕跟沒按鈕真的差很多 你一摸就平的就是舒服 然後再來就是他下方又有包 那你再抓就是舒服啊 那就是這樣 沒得講啊 所以我給真的一二名的 就是這兩個啊 那至於說有一個那個 金規值的那個有支架 或那個那個 那個是特殊的三房殼 比較笨重 但是如果你今天說 我們現在一般在用 我幹嘛要支架 我幹嘛要那麼高防摔 我平時我就希望 比較很輕薄裸機的 你就沒有辦法 那這兩個就是第一名 跟第二名 我是建議 如果你這一次真的要省錢 買到最好的殼 你就是買一個三胞胎 跟買一個Otherbox Lumen 就好了 其他的先看看 因為這兩款的這個 整體的手感 跟他的這個觸感 我是覺得都很好啊 那頂多是在於說 背板的這個硬接卵 總是會有一個割線 那稍微 這一次我覺得 已經做得算很輕微了 那Lumen會輸 把他排在第二名的原因 是Lumen的磁吸比較弱 而且他不是內砍式的 這個又會吸出來 而且這個Lumen 這個可一千九百多塊 他的價格大概快要他的兩倍了 他這個還吸出來 人家這個是內砍式的呢 這個不會吸出來啊 所以這個第一名無誤啊 這個第一名 三胞胎第一名 Lumen第二名 那其他的 甚至連原廠的 原廠的可能 真的整體的手感 比較好的是矽膠的 這個透明跟必吃的 都沒辦法了 都排到後面去了 因為他有洞啊 那我們前陣子開的那一些 有洞的殼 當然啊 那個是贊助的 當然我們還是 可以去看他的構造 那個還是沒有辦法 跟整體性有按鈕的 這平整你一抓 整個都平的 這是差很多的 底面也是平的 對啊 這可能是我們人吧 人就是這樣啊 你會喜歡摸平整的東西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跟你講說 原廠的跟三胞胎 或者搭配的 隨便舉一個來比的話 這原廠的不能比啊 就輸掉了 而且搭配的這個 他的這個按鈕 他又是加大的 這是很好操作 原廠的按鈕是比較小的 所以在操作 他的按壓還是會被旁邊兩塊 會稍微比較硬一點 搭配這個是整個大的 都是很舒服的 好吧那今天這集就到這囉 希望這解答對你會有幫助